老板,一碗麻辣烫,加汤的 好嘞,麻辣烫一碗,马上啊 这儿的麻辣烫可好吃了 可官,您用的麻辣烫好了,加汤了 再加点汤,这点汤够谁喝呀 亏你还是卖麻辣烫的,连约麻辣烫的套路都不懂 好,我这就这样把锅端过来,让两位喝个够 我可要好好看,好好学 我以后卖麻辣烫,不愁没人约了 嘿嘿嘿,baby 银哥哥,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可以天天带你吃麻辣烫 而且还可以喝汤 我妈说,不要出去吃麻辣烫还喝汤的 为啥呀 我妈说,没有房子就不好使 出去吃饭,吃个麻辣烫连汤都喝 那啥呀那是 一找子挠不出个房子,就想白捡大活人呢 真是亲妈呀 你放心,我相信你 就算你吃麻辣烫喝汤,我也嫁给你 好,我卖麻辣烫挣钱娶你 银哥哥哥,我不不能在一起了 为什么,现在我卖麻辣烫挣钱了 为什么你不愿意嫁给我了,baby 你还记得,六块钱一万的,麻辣烫吗 那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呢 可是他们都说,我跟第一次长得根本不像 是我的下巴没那么紧 脸,脸没那么圆 我该怎么办 骑兵教主,我检定弯了 春天让物工害,绝不添加任何放福记 为什么网友都不信呢 汪上麻辣老不听,伙伴是淡疼 原来是淡疼,天黑落花,社会复杂呀 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我力挺我的飞温女神,坚信她绝对没有阵容 你们这些闭齿,哼 到底整没整,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 整不整关我毛事啊 已经整天暴露在聚光灯下 虽然会因为各种问题被人讨论 做人还是要洒脱一点 有质疑就证明,费时费力 一来你哪有那么多时间 二来相信你的人不需要解释 不信的人仍然会按自己的想法解读 所以不如踏踏实实 派出几部好作品 靠脸吃饭变成靠才华吃饭 这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看视频的到现在还没有扫咱们的二维码 关注一封之音啊 哦,荣儿你别担心 也许大家都在忙着吃辣条 一会就该扫了 嗯 那,身边有手机的呢 就赶快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吧 手机观看呢 就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一封之音的全凭 就能找到我们了 有机会